大家好 我是Alan 大肆今個星期又是兜兜轉轉 然後得過吉 原因就是基本格局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們看看本身的反彈上來 有兩個很基本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債息回落 導致美元轉弱 亞洲的貨幣無論日圓也好 或者人民幣也開始轉強 但你看到十年期國債 跌到4.4 附近這些位置就已經出現一個反彈 另一方面美元也落到103 似乎也落不到 亞洲的貨幣 曾經衝過上146這些位置 但很快又落回149這些位置 人民幣最多就落過711 712這些位置 然後也在715附近徘徊 既然資金流向 即是外匯所顯示資金流向 沒有進一步的逆轉 即是淨流入的情況 淨流中央股市的情況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 今個星期就彭博 好像瘋了那樣瘋狂 在報關於內地刺激房企 即是扶持房企的政策 又說萬億夠內房 又說會發明單 然後很細節地說 壁桂園 玉桂這些都在名單裏面 然後再誇張的是 銀行可以提供無抵押的貸款 給這些房企 不過到現在為止 都未有真正的政策文件出台 而相關制定政策的部門 亦都沒有表態 亦都沒有表態 你看到央項沒有表態 你看到處建部亦都沒有表態 所以對於謹慎的投資者來說 應該不會進一步跟進 一開始的確有些短線投資者 看到這些傳聞時就衝進去 所以你看到這些很低殘的房企 即壁桂園、旭輝那些 一下就升 有些是十幾十個百分之 有些是二十至三十個百分之 升超過四成 都有 但這些短線資金入完之後 長線資金一定是確定的 因為都被人提過這麼多次 大家知道那些資料有多厲害 結果如果沒有資金跟進 很快就會錄下來 同一時間 關於提供無頂押貸款 只是把風險轉移 本身是房移產的風險 轉移到銀行 你覺得銀行的人會否這麼順暢 這會有詳細的分析 大家可以留意我另一段影片 裏面會有詳細說 關於我認為這個政策推行上 會有比較大的難度 和很難實際上消化到這個風險 所以可以支撐大市上升的 這兩個因素沒辦法持續的話 大市也很難擺脫 原有的波隆區間 大概17000至18000 這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不過在市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 有些辦法也值得大家注意 例如今個星期的油股或油價 出現一個明顯的調整 事源就是耳巴衝突 似乎有緩和跡象 有一個短暫的停止協議 同一時間就是OPEC Plus 會議就押後了 本身是24號開 然後押後到30號才開 所以中間油價出現一個很明顯的調整 為何OPEC的會議會押後開呢 我估計原因很簡單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的情況下 很明顯是他們未談件數 所以才把會議押後開 因為這些大型的國際間會議 不會真的在會議上討論問題 通常開會基本上是公佈大家的結果 或是公佈純粹是做形式上的投票 所以押後原因就應該更多的時間 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有什麼議題呢 最核心的應該都是減產的 你看到就是逢親布蘭特 油價跌到接近80美元的時候 其實OPEC Plus主要產業國 沙特和俄羅斯這些 就異常地緊張的 他們唯一可以透過手段 都是去減產的 問題就是這次要減多少 和減的比例 俄羅斯要減多少 沙特要減多少 或者其他產業國 要減多少 這個我相信是需要商討的 不過只要他們開成會 只要達成一個減產的共識 只要他們肯減產的話 油價短期是一定有支持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之前幾次 OPEC Plus、俄羅斯、沙特的減產 都有一定程度上推升了油價 所以趁這段時間 油價回落 油股相對來說 走勢弱一點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收集的機會 油股也是說了兩隻 中海人和中石油 今年以來的股價除了排行大市外 可以說是跑贏油價 油價升的時候他們更升 油價跌的時候通常是跟不足的 一來國際背景 符合很多投資者的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他們大賺之後 應該是可以派到高息的 相信這些油股應該都很大機會 炒到明年年初 公佈完今年全業績之後 公佈了派息才可能是一個階段性的圓別 所以這段時間如果油股 尤其是中海和中石油 出現大幅度調整的話 應該都可以是一個入場的機會 這個禮拜先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大家好 Kingston 連敬咸 和大家互顧一下 剛剛過去一個星期的港股走勢 過去一個星期的港股其實都挺沉悶的 雖然就看回整個 成交方面 也都曾經有 突破過1000億的 這個 我想都會跟 減了印花稅有一定的關係 即使在整體的股市沒有一個明確方向 高低波幅只不過是525點之間 但是呢 成交都有成兩三日 是突破到1000億 是一個不錯的表現來的 整個星期表現呢 星期五雖然是下跌 但是整個星期來計的話 都其實是升了105點的 都算是 仍然 都會有機會是 繼續浮浮沉沉沉 大概在 17500至18000 鬆少少 之間這些位置 是上落的 整個星期有上升 我想最主要都是 收衛花 繼續在美國那邊帶動 10年債息下跌到404點 美匯就下跌到104以下 而令到人民幣轉強 也都是 升上去 7.15 這些位置 都由過去7.37 一直這樣 去到7.2幾 過去那個星期 就明顯這樣 再升到上去 7.15 14都試過這些位置 這些都是你很整體的 市場的氣氛的 但是 為什麼這個股市 在應該可以升的情況之下 都升不到呢 這個其實 我在上個星期 自己的 頻道裏面 就在《防滴財經》的頻道 亦都跟大家分析過 最主要就是有 市值最大過5隻的股份 大家知道了 惠孔 騰訊 友邦 阿里巴巴 和美團 這5隻的股份 佔了恒指的成分股比重 有成了37% 但是 三隻的科網股份 見不到有 很好的誘因 可以上升 即使 好像阿里巴巴都 經過了前一個星期 大跌成10%之後 剛剛那個星期 都有多少反彈 但是反彈的力度 亦都是相當之弱的 騰訊的話 去到 矮近328元 這些位置 亦都是行人止暴 亦都是消化了 所以 是業績的因素 所以 你說短線 要這些的科網股份 可以進一步 有炒作上升的空間 基本上是沒有的 所以 這三隻股份 再加上 友邦 亦都偶了 在這裏 匯控 亦都不懂得升 那市場的股份 那市場怎麼會升呢 所以 對於股市 對股市看的話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所以 如果股市真的向上突破的話 都有一定的難度 以及 機會相當之小的 接下來的星期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業績好的 就是 八道 八道的業績好 當中最主要的 好的因素 就是來自 主席 李先生 說到 芯片 它有儲存 有一至兩年的儲存量 所以 對於它的 AR方面 發展 是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 比起 阿里雲 智能的業務 那方面 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 可以說 站到 在 $117 這些位置 可以有望 升上去高位的話 大概 就是 $128 到$130 的水平 大家可以 在這些位置 時刻買入 Hello 大家好 我們看看 過去的星期 又或者甚至 過去的幾個月 由8月份到現在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基本上 恒指 都是跟著一個劇本去走 就是每次上到 18點樓上 站不穩 落回來 再衝上去18點樓上 站不穩 落回來 接著再上再下 再上再下 8、9、10、11月 已經4個月了 都是這樣走 就是說 基本上 在18點樓上 如果衝到上去的話 接著之後就不夠力 好了 去到你 17點左右附近 之後低位 亦有些資金 撈回 結果形成了一個 大概 17點 至18點 這個區間的波幅 有人就說 市好像沒什麼方向 很難炒 其實是兩體的 一方面你可以說很難炒 因為市基本上沒有升跌 只有波幅在上上落落 你買了的股份 很多都不動 好了 但是也可以說很好炒 為什麼 因為只要在那幾個月 18點樓上 你就沽 包括一些 譬如波幺也好 紅症也好 一些淡倉 做淡倉 或者短倉 好了 然後在晚7點 那些 你又買回 然後 然後 買回上去 如果 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這幾個月 就很好炒 接下來 12月份 預計 基金看有沒有機會 粉飾 廚昌 所以 有機會 指數 可能會做好一點 能不能夠突破到這個劇本 在18點樓上 不單止突破到 還可以站穩 還要看很多的因素 暫時來說 短期內 不說太遠 因為每個星期一集 先說 接下來這個星期 預計 都是跟著這個劇本走 都跳不出這個範圍 所以 在大市來說 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都是18,000樓上企 不然就下來了 17,000樓下 然後又可以買回一些 或者 挨近17,000 又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 都是這樣的波幅 所以 炒股不炒市 不如留意一些個別的股份 如果你說 短線或者中線來說 譬如匯控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特別很快到年尾 聖誕中買匯豐 合不合呢 如果有機會下60元樓下 現在這些水平的話 其實坐下一點也不怕 息率高 股息率 夠高 另外還有 憧憬明年 派這個特別股息 所以 未來 應該的波幅 反彈力度都會不錯 最重要是 防守性也比較強 所以 這股份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至於另外 如果你說長線來說 看遠一點 整個2024年的話 預計聯儲局 已經不再加息 維持息率不變 已經三個月了 在10月 11月 未來12月 有8至9成的機率 不加息 甚至乎憧憬 就是明年開始減息 所以 在減息周期 我們就要留意一下 一些 減息受惠的股份 包括一些什麼呢 例如之前跌得很殘的公用股 看得很淡的risk 有機會 在未來2024年 在減息周期 或者起碼叫做 加息周期 完結的環境之下 有機會可以慢慢上來 特別是一些公用股 或者個別的risk 說股息率 都成六厘流上的那些 股息率 坐著收息 然後 再接駁聯儲局的利率的轉向 而令到這些股份 慢慢逐步上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中進昌 又是下周展望的時間 錄影的時間 星期五收市後 見到今天 北向資金 由上一天的正買入 就變成正買出 不過如果我們整個星期 這樣來計算的話 其實資金流出A股的情況 可以說是 方緩了很多 相證 自從10月底強力反彈後 基本上 都受得住3030點 這個水平 不過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最近市況的穩定 很大程度 其實受惠於 內房白名單 這個消息 市場就衷勁 一些合資格的內房 可以獲得 無抵押的貸款 所以內房板塊是大升 其實我在周市錦囊的節目 都有分析過 但是問題是內房 或者叫做整個房地產市場 很難再好像之前那樣 高增長高盈利 現在所做的措施 其實都是叫做緩解 一些債務的問題 再者 其實消息 還未被官方確認 雖然大家都好像當成這樣 即是媒體和投資者 如果我們看回 經常提醒大家 看看 PP中地美債 3001 都會見到 其實內房整體的債價 是回穩和 升了不少 不過如果我們再拉長一點 看看如果由上年年底 即是放開疫情之後 到今年年頭 2月頭的頂 這個反彈的話 這次的反彈 其實力度真的很一般 而如果我們再看看 整個市場 譬如 700 騰訊 最近的走勢 這個星期的走勢 其實彈了上來 在高位做盤整震盪 3690 3690 3690更加差 9618京東 都不見得 說是完全全面轉好的 不說是強勢 這些板塊 還有有少許分法 如果我們看這隻1211 即是新型的汽車股 或新型汽車股的龍頭 甚至乎有些差勢 在203至206 這個位置 這30元上升了那麼久 星期五有些跌穿的味道 主要都是因為 降價的壓力 令到股價 做得比較差 而且其實股額都比較重 看到星期五成交都不小 所幸的是什麼呢 就是恆子 恆子叫做 抱歉 恆子就叫做勉強 守得住 這個 20天線 勉強給20天線 逗住了 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上破了下跌通道 亦有啡色的上升軌 MACD 已經轉正那麼差 成交上稍微有改善 好一點 所以 現在你說全面 見底 我覺得是很大機會是見底的 但是你說全面向好 大幅秋升 似乎未至於 恆子 另外值得關注的 恆子 其實最近也有跟大家說 要看下四小時圖 看到四小時圖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漂亮的 盤整的三角形出現了 當然 如果你說是星期四的話 我們都會覺得比較傾向向上突破 但是星期五收市後 又押回下面這條線 如果向下破了的話 其實 有機會 或是很大機會 挑戰回萬七的支持 現在其實也是 我認為下星期 尤其是星期初 看圖做事 如果你說它能夠押回向上突破的話 應該會挑戰九月頭的前高 這裏高位是18,899點 大家可以當作18,900點 另外下星期還需要留意 或是比較重要的數據 我覺得是星期四萬公佈的核心PCE 暫時 市場預期安年 是升3.5% 低於上個月的3.7% 時間還是比較遠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我 逢星期二四周市錦囊的相關分析 到時再跟大家 詳細和貼近一些 去拆解對港股 或者整個市場有什麼影響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建議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國龍政應的林家亨 為大家說一說 月尾前來說 港股的表現 很快來說 未來這個星期 又是一個 期止結算的日子 來到月尾的時間 你看到上星期五 恆子 重新又落到保利加通道 中續線 大約20篇線 差不多 17,500 這個水平 來到這個水平 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太擔憂 又不需要太過驚青 說恆子會不會 又要破 17,000點 落到17,000點的時間 其實又去到 保利加通道 底線 我自己個人覺得 在這個位 買入任何 優質的大籃籌股 作為一個長渣策略 絕對是安心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星期 我們的目標 都是作為一個 後低吸納的目標 後低吸納的目標 都有很多的板塊 我只覺得 作為來說 在上星期五 跌勢比較 急鬱一點 以及 跌穿了 保利加通道 底線的 龍頭股份 我的興趣 就是大一點 比如說 比如說 比亞迪 比亞迪上星期五 跌穿了 保利加通道 底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消息一出了 就是 比亞迪 他的車款 幾個車款 都是大減價 減1萬 至15000元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間 就令到比亞迪的股價 有一定的壓力 作為我來說 我在上個星期五 就已經買入了 比亞迪的股份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 hold住 大家都要記住一件事 用你自己 財務 風險的角度 去理解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持貨 要你自己 做一個判斷 才能跟我們 入貨 或者不入貨 基本上來說 上個星期五 我們都 入了很多貨 但如果你說 今個星期 還有下跌空間 那就非常好 我們會繼續 入貨 大家好 看看 今個星期的市況 都一度出現一個不錯的反彈 但最後就出現了一些調整 如果從基本面來看 整體都出現了一個改善 尤其是外圍方面 當加息周期 還有一個確認見頂 看到美國當地的 通脹數字 逐步有個回落跡象 而且聯儲局的 意識會議記錄顯示 雖然他們暫時沒有 考慮減息的因素 但是似乎 在接下來幾次的 意識會議 再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又大大降低 這個對 環球股市 當然是一個 比較好的消息 尤其是我們同時見到 美元 是有個轉弱的跡象 而美債息 亦都有高位的回落 按理就對環球資產的價格 是有幫助的 而美元轉弱的同時 我們見到人民幣 是有個轉強的表現 中資股是會比較受惠到這方面的好處 所以近期我們見到中資股的走勢 有個改善 當然除了外部的因素之外 大家會很留意 內地的因素 因為看到 大家比較關心的 不外乎兩樣的消息 第一就是關於科技股的 業務表現 和監管的情況 都看到第三季的業績 他們都逐步適應了 這個新的監管環境 在業績方面 都交出一個不錯的表現 雖然個別企業 受到自身的一些 消息的影響 可能阿里大家會失望一點 但大致上 其實第三季業績 大家對科技企業的表現 都是收貨的 所以出完業績 普遍都見到科技股的反應 都正面 剩下下來 我想最大一座大山壓制住的廣估 就是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最近都幾多 關於這個 行業的政策消息 出來 特別就關於 50間 公司納入的白名單 推薦給金融機構 如果能夠落實 而同時間 會加快 放貸給發展商的話 相信可以解決 目前資金鏈斷裂 問題的死結 起碼可以令到它有喘息機會 接下來大家在觀察 究竟這個執行情況會是怎樣 的確是有不確定性 但是 看回最近一系列的措施 似乎向好發展 所以整體來說 我自己看市場 反覆之後應該有機會再試 更高的水平 在年底前應該延續這個反彈狼 17點應該是今年底部位 應該見了 接下來能夠反彈到哪一個位置 看著政策消息的 落實情況 初步先看100天線 1800、1500 附近那些位置 如果你說 原來政策力度是超越期的 甚至見到19,000水平 我覺得又不是太意外的事 所以在年底前 我都可以積極看好一點的港股表現 大家好 看過去這個星期來講 港股的走勢 都是有一點點叫人失望 有頭威沒有尾陣 也是衝到上去接近18,000點的關口之前 又有脫腳的情況 最後也是要落到17,500點 以下收市 我想走勢 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大的 值得去評論的地方 我想維持上落市的格局 尤其是有消化了業績的消息因素之後 可能又差點是歸於平等 我想這個焦點也是賣股不賣市 當然了 接下來這個星期來講 都是說月結 都不是期以結算 我覺得 向落的壓力 或者反過來現在的 資金來講 都是逐個月去計算 說了11月來分 如果總結 看回就說 也不是完全沒有改善 始終我想 都叫做守得住16,800點 在上個月的低位 高位來講 雖然未能夠突破18,300點 阻力位 但都曾經叫做試過18,000點 所以 小改善 可以這麼說 但始終未能夠滿足到市場的情況 成交 一直未增加 那怕指 雖然看到有些 宏觀的因素 包括內地經濟的數據 有部分出現改善 人民幣的匯價 繼續向好 以及債息繼續回落 但始終 這都是說 對外圍股市造成一個幫助 多於中港股市 這也是 某程度 就是 短期 但不入 迎接12月份 都可能是一個 看股不是看指數的 一個月份 反而 反而 說回多一些 板塊 反而我都覺得 可以留意的 都 很淡的 壁裏都比較分明 譬如有些 股值以往比較上貴的 內需股份 凡子油、啤酒 體用品 貨股 我覺得還是 繼續軒弱 似乎不是跟回數據 去行 最主要是以往來說 恆指 差不多 七、八倍 的市場 如果 例如 潤啤這些股份 雖然 高位輾轉回落 其實回得很深 但是 始終 大家覺得 現在這些股份 在 內地經濟 或者 需求 小費市場 要再進一步 猛力改善的情況之下 變了 大家都覺得 要進一步扣減 我想 才上車去考慮 所以 我想 年底前 似乎都不容易 大大突破 我想到年底前 我自己 比較常看回 很多 明顯地 身影制股份之中 白度 快手 這兩者來說 在業績大動之下 表現 條明不出 另一方面 如果你說 比較上 有少少落後 有些比較易 的科技股 我想有幾個都做得 比較常好 例如 時尤科技 飛機活動 或是 網遊 手遊 網易 回落後 也看到 例如心動公司 這些股份 都有 第二梯隊 積極去接力 所以 我覺得 整個 新經濟股份 撇除了 ATM 的 光環 可能 暫時不再 貴的情況下 有其他梯 接力 同樣地接力 都是 電訊設備股 以及 電訊股 好像 信譽這些 來講 又是 投下氣 但 回調幅度 不是完全 消化了 之前的 升幅 穩率地 整股 所以中市 我覺得 又不是太過 擔心 所以 都可以 留意 另一個 部分 如果你看到 生物科技 BIOTEC 相關的股份 接力 除了之前 炒減肥药 那一堆之外 例如 黃云醫藥 或是 做一些機械設備 的 美創 或是 美創機械人 這些 都比較 看到 之前的 業績 其實不是做得太差 可以直接考慮 再說 設備 回來看車 車過這期 表現比較散漫 很過別 除了 你想做得好之外 比亞迪 在禮拜尾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 孤額 當然中市 實力 不容懷疑 但始終 現在市場 是 現在看到競爭 賽道 都比較闊 加上Tesla 已經放棄了 減價 策略加 比亞迪 還要面對這方面走的路線 可能大家 都覺得 股值 股價 或是 也要下降 多一點 例如 230 元 這些位置 起步 我想才值得考慮 所以現在 反而 聚焦股份來說 其實要選股份 作為一個 投資對象 未必太困難 但是要找一個 正確的上車位 上得漂亮 或者希望盡量做到 就是 有買貴沒買錯來說 這個始終 都是一個課題 反而我們從美股來說 相對地 這個動作 有買貴沒買錯來說 來得比較容易 很多朋友來說 都是 由港股轉到美股 相對地 維持 見到很多股份 Amedia 或其他股份 都是大漲小匯的格局 所以 我想除了留意 如果都是 看好新經濟股份 來講的朋友 除了剛才說的過股之外 例如 台灣南光東英 三星 他們也有相關 遠遠走 FNG 這些ETF 我都覺得借力 當然自己買美股 也方便 例如有自己的心信 但是 這些ETF 如果繼續覺得 美股的升浪 其實未完 現在確認了 食口見領 HIGH FOR LONGER 之後 也有些資金追訪 亦都不妨可以 透過ETF 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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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收集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市況看法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 歡迎 可以按住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